告诉你们一件事 好像快要回死圈咯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印度小哥长江 所以我想聊 我回来中国的 过程的进步 因为以前我发什么视频 你们都不管,你们就管一个事情 长江,你什么时候回 或者你还要花多久 你的那个过程哪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那个过程啊 就差不多 还在进步吧 因为目前 我所在那个 学校所在的城市南充 刚解放啊,他有三个区 高屏区,嘉陵区和 顺庆区,然后 我有很多老师都在顺庆区嘛 然后一开始 只有高屏和那个 嘉陵才解放 然后其他的都有封锁的 就是顺庆,但是顺庆也有解放了 然后 他们,我从 我的一些朋友了解 这些朋友是谁嘛 就是还留在那边 学校那边的学生 他们这三年两三年一直没有回他们的国 就是当时他们没有回国 过了房价,所以他们还在那边 所以问了他们,他们说 他们看了我们老师的那个汽车啥的 反正他们还是不能去去学校 外面,但是他们还看了那些老师的汽车 所以他们估计就回了办公室 也聊了 也跟他们聊了一下一些 事情,前几天有个老师 给我大的食品,然后问我一些情况 就是他们也 向我们安全的回来 他们也有这个希望,我们快点回来 但是疫情嘛,还有一些法律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的 所以根据老师的讲话 我了解的是很多事情 需要老师们回学校才可以办 因为我们需要的那个 我上次说的那个证明 附近护水证明 这边的印度这边的中国大使馆 我就是说我附近的大使馆 这个新德里大使馆说 他需要那个证明的职制办 不行,就是网上的那个PDF办不行 所以需要那个职制办 然后那个职制办从中国 接到印度也要花点时间 所以他们回了办公室 才可以打印出来那些材料 然后我问那个老师 你们在干嘛 然后你们能不能回去啊 然后听说 附近区又养了一个 他说没问题 我们能够回学校 所以他说他们还在准备那个材料 然后说稍等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稍等的意思是啥 稍等就是一周,两周,三周,一个月嘛 不可能的吧 但是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解封了嘛 他们说 因为给我们这些 证明之前 他们给了我们一种 一种一种二维嘛 然后我们扫码之后 申请了 就是学校回来 然后加一些资料啥的 所以他们说他们那些 我们想回来的那些学生的申请都看完了 因为不一定所有的学生想回来 因为回来的也要贵 然后很多学生可能有其他的安排吧 还有一些他们都还学校了 他们就还国了 我认识一个人 他是 就现在我学校嘛 在武班上 然后一直没有回去 因为没有一直没有签证 正月签证了嘛 但是他没有等 他就等了两年左右吧 他没有像我等到三年 他已经等到了两年 两年之后他就去了阿尔美尼亚 还了一个学校 然后就在那边继续了他的那个专业 所以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些他们都离开这个学艺这个专业了 所以之前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这段时间 我们所有的留学生都很难过 而且有一些爸妈看不去他们的孩子那样子 然后他们就让他们离开这个专业了 还有就是我认识的一个非洲朋友 他说他已经不渡学艺了 所以我们真的都太难过 但是就终于有希望了 所以他们说他们正在准备这些材料杀的 所以看看吧什么时候他们发给我那些材料 然后我收到那个职理办的证明 然后有了那个证明后 我才可以去大使馆申请一下 有了那个前证后我才卖票 但是我觉得我收到了这个证明后 我就直接回去买票 因为最近我看网上买票的也挺难的 不是挺难的 但是有很多的 但是都是很贵 基本上很贵 而且从印度目前没有直飞的 直飞到中国 所以我需要看一些东亚的国家才回来 我现在认识的一个人就是他在西安交通大学 他已经回去了 就是我认识的 而且是我的学弟 另外一个学校西安交通的学弟 然后他是从斯里兰卡转过去的 斯里兰卡到了昆明 昆明隔离了 然后从昆明坐了高铁火车啥的 到了西安 然后正在继续他的隔离在学校 所以好消息一下我认识的已经很多学生已经回去了 然后天天都有消息 谁的儿子去了 谁的弟弟去了 这个样子 所以因为我妈是这个专业的 就是她也是医学的 所以她解释到的这种人 就是送他们的孩子去国外度议的 人比较多 所以她会觉得更适合 更那种 你们的学校真丢脸 你在干嘛 那么多人回去了 难道他们那边疫情没有吗 你们在干嘛 什么什么 她说她会很生气的 她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吉他学校 为什么选择了自传 我说 哎呀没办法 我自己也没办法 老师们还在想 还在 在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看吧 能够快收到那个证明 我就可以快速的 第一马去离开我家 打车去新德里 打车去新德里 或者做大把车 这个 中国的大使馆 所以 希望 你们还是等待 我回来中国 给你们拍新鲜的内容 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点赞 可以留下来你的评论 你们有什么感觉 然后 就 说什么 说什么 视频就结束了 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